索尼港幅圣诞折扣来了 从现在开始到1月17号结束 但是有的游戏会到1月5号 那我先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会员 会员不打折 新用户老用户都不打折 都是原价 820,705和425 上个月黑五的时候 新用户会员打了个75折 上个礼拜 也就是在圣诞前一个礼拜 会员针对新用户打了个7折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圣诞会员打折的机率不高了 但是还存在一丝希望 下次会员折扣估计得到春节了 不过也快 还有一个月 另外让人遗憾的是 圣诞促销和上个月的黑五促销的游戏 折扣力度是差不多的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 我挑几个我认为还不错的 第一个使命召唤20 现代战争3 383港币 这个游戏需要加速盒才能玩 足球RFC24 219港币 战神5标准版 323港币 这个买盘就行了 老头华287港币 这个也可以买盘 NBA2K24 246港币 霍格沃兹没有哈利波特 274港币 生化危机4标准版 打5折 219港币 揭霸6 打66折 302港币 标准版 暗黑4的标准版 打6折329港币 这游戏全程需要加速 它是全程联网的 生化危机2和3的重制版 合集117港币 打25折 这个相当于打的膝盖了 龙珠卡卡罗特 豪华版105 赛博朋克2077 标准版238港币 这个不如买盘 光盘是130多块钱 全新的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 给各位看一下吧 这两个加在一起 229港币 这是皮诺陶的谎言 算是一个新游戏 打8折 262港币 这是混游戏 这是阿兰觉醒 也是个新游戏 今年TGA得了很多奖 304港币 打8折 这是老的绝地武士 打15折 算是打到脚脖子了 60港币 这个现在有二代了 513 这是完整版 包含了DLC的 打3折 116港币 这是RPG游戏 比较花时间 COD19 去年的游戏 打5折 274港币 它里边有单机和线上联网 都需要加速核 这是COD17 108港币 一档会员汇免过 这是使命召唤16 154港币 上月黑五的时候我刚买 这是使命召唤18 打4折 219港币 这有PS500 只狼打5折 199港币 这个目前只有PS400 师傅107港币 荒野大标客2 154港币 这游戏推荐买盘 目前145 不过这个价格数字版也可以 极品飞车21热度 打0.5折 相当于打到脚后根了 27块4毛5 而且还是个豪华版 送几张车 这游戏非常好 我感觉比22好 不过可惜的是只有4K30 是那种很流畅的30 极品飞车22 我最近在干的一款游戏 黑五的时候卖110 一个月过去了 卖82 口碑不是很好 回头我找个时间 做个视频 好好吐槽一下 去年我还买了一个豪华版 花500多港币 这是极品飞车18 24块钱 也是打15折 这是极品飞车14的重制版 31块钱 打1折 这是极品飞车19 也打1折 31块钱 这都是PS400 这还有一堆如龙 其中如龙0 87块钱 美墨一代的重制版 PS5重制 打57折 323港币 可以买盘 通关之后再卖掉 逆转裁判75块钱 这是当年GBA上的游戏 我通关了 下面是古墓丽影三部曲 第九代49块钱 第十代起源 打2折53块钱 第十一代暗影 打25折74块钱 都不贵 这三部曲我最喜欢第九代 虽然画面有点老 但是还是喜欢 这是主题医院 双点医院 在二档库里 现在是61块钱 打二折 这个价格可以的 这是圆轴武士 是模拟器 8块钱 原价是16块钱 16港币 1月5号优惠结束 趁着这波 我可以买俩自己喜欢的 这个街霸 之前送过了 其实也没有时间玩 这种老游戏 看着吧 还是挺高兴的 这是一个音乐游戏 在二档库里面 23块钱 挺好玩的 这游戏打三折 这是类恶魔城的游戏 下边好像就没有什么 我中意的了 圣诞促销就是这样的 这游戏打三折